看一下双方第三局的上半场这边 有一说一我觉得这个影视 感觉周雀这边防都没防啊 宠爱的影视比赛里面拿出来过的呀 他的影视之前打到国服SE的 这个阵容打影视 有一说一是打不了的 这个阵容打影视很难打 贼难打 看一下上来 第一个点找到三岁律师 这边的话绕 律师这边绕 他得有昆虫的配合 硬绕呢 除非宠爱这边给点机会 要不然这个位置 这颗电没电到 这颗电没电到就有点小尴尬了 这个电 本来刚才那波电定住的话 这里第一刀已经有了 然后配合闪现的话 差不多在1分30秒左右就能形成机的 但这波电没电到 导致整个节奏要多一颗电的时间 一般一颗电的时间是多久呢 15秒到30秒不等 定 有了 跟上来 这边他律师第一刀 这刀比正常来的晚了得有个二三十秒钟啊 二三十秒钟 张狂开了技能以后跟上来闪现一刀带 看 没有任何问题 还是刚才那个卡口的那个电 那个电如果能电中的话 这边比如说1分10秒左右击倒这个律师这局宠爱赢了 或者说迎面很大 非常大 这波我们看一下怎么救人怎么安排 自闭这边昆虫拉走去修中场的机子 大副这边二楼压着 姚怀表 姚怀表在影视面前一般般啊 在影视面前一般般 这边我补个蓝电怎么的 这个范围都是能定住 哎 打一刀 他这波是想定住这个大副之后打一个针对刀 思路上面来讲的话 他想打针对 先把这边的律师挂飞以后 密码机应该是修不完的 所以说他想挂飞一个人以后 打一个三人残局去争胜 但是这一刀 这一刀没打中啊 哎 姚你这刀没打中就有点尴尬了呀 这一刀没打中三岁这边溜起来了 现在还有人帮忙分摊伤害了 不一样了 现在局面完全不一样 但你说没得打吗 我觉得还没有到下结论的时候 三岁现在因为是什么呢 移速已经应该5%的移速已经拉满了 所以他现在的话各种卡建筑点来跟你玩什么呢 玩躲猫猫玩捉迷藏 就跟你卡视角 卡到你反正不能直线定住我就可以了 再补 这边的话应该是想要给 那得补蓝电 蓝电的话呢 你伤害溢出亏 你补红电的话呢 四人分摊带走不了 因为现在差0.2 再补一个红电 这个红电还没定住 哎 手里面技能 有有有有有 但是隔窗刀能不能打中 还行 机子差的不多了 想一想这边如果古董上来救人打架有没有说法出现一个四人开门战 我觉得还是刚才那波就是大富人救下来以后的那一刀没能打中这个律师啊 把整个节奏这个名哎这个怎么说呢在在影视嘛就技能准跟技能不准 两码事了 看开门战能不能保平吧 因为如果说能保平其实也还行 哇扛刀 这轮扛完律师还没吃到伤害密码机直接点亮 这样的话律师一刀不倒地的 律师一刀不倒地 但怎么的我先抓你律师 一个红电 哎呦三岁这走位 哎三岁这个走位这急速回头 一刀 交不交闪呢 这个闪应该是留在第二刀了 他这边应该是等一个电 等一个电 先定住三岁这根尼丘 这根尼丘 好滑呀 预判走位 两边的门开 哎前面有地窖 不会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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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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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住往外打还行 至少没有四跑 好吧 我也是认个错 赛前觉得猪鹊这边的BP 掏了一个 对吧 就 感觉给从外 隐私送的一个阵容 但是猪鹊确实打得好 三岁这把打得好 好 我让你打托了 周围